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1岁的今天呢 这样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 现在制造业这种巨大的变革 我想突破一下自我 然后寻求一个新的行业的工作机会 职场这么大 我在31岁还想去试一试 谢谢大家 31啊 对 31 你可长得比我先老 同时也能说 是吧 对对对 岁月都对你做了什么呀 其实可能最近也是压力比较大 然后完了状态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因为小孩最近其实在住院 最近三五天吧 都睡眠非常少 你现在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现在睡前一万一千五 当然我在现在这个行业 其实有半年已经没有发薪了 就我现在这个公司 因为它有 欠薪呢 对 欠薪其实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为什么欠薪啊 因为我现在这个公司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创业公司 然后是做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 做这个新一龙的融资 在今年四月份其实当时是看到希望的 但最后这种融资还是破裂了 所以想转行是吧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三十一岁其实还年轻 我觉得我的可能性其实还很多 生活和工作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19年9月公司欠薪数月时 儿子手术 对 是的是的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公司融资就已经出现这种困难了 然后基于这种背景下 其实也发生欠薪的这种状况 但是在9月初的时候 我小孩有一个影集吧 要做手术 当时但欠薪那么多个月 其实我是负担不起当时手术费用的 你不问你老板要 其实是他主动提出的 告诉我说你手头要如果要是紧张的话 他可以给予我一定的帮助 然后之后呢 他也给予了我这样的帮助 然后当时9月初这个手术是做得很顺利 其实也是应该给你的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这种东西有应不应该 欠薪嘛 欠薪本来有企业不对嘛 但是欠薪在这个企业 他在给所有人来支付欠薪的那个阶段 给我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但是在那个阶段 所有人都没有拿到 只有我拿到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 或者说一种信任 在走之前 我今天找到了工作 你想对你的老板说什么 钱人老板 终归就两字吧 谢谢 这种东西我觉得 从行动上能看到的 要比语言表达的更有力量的多 好吧 谢谢 这一点是加分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选手 是让我们特别喜欢 他从上台的这个表现 到他整个的这个简历的填写 然后整个的表达 每一句话都让人觉得相信 好 我们来聊聊一下 现在你有一项企业吧 这是做汽车的徐磊 我知道 跟汽车行业相关的 你是你的一项企业 是的 还有吗 其实还有就是金山云 然后还有松鼠AI 其实这种新兴行业 其实我都想去接触 想去了解 因为我才31岁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的话 因为我现在睡前是11500 然后在天津同等的 这种档次的话 我期望薪资是睡前 就15000加 就15K加 那少鹏 其实就是在舞台上求职 你有没有了解过 在座的企业家当中 哪家企业的岗位 是跟你这个 能给一万五薪酬的岗位 是匹配的 这个挺关键 因为您是有 八年经验的人 而且是管理岗 应该做过 我说一下 我是那个生产制造行业 做了20多年 就是类似于 它这种背景 其实是做这种 叫设备设施经理 也是可以的 项目经理 都是可以的 就是他刚才说 金山云 你去管这个设备设施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我把这话接出来 其实我也想说什么呢 其实金山云的话 我们做云计算 我们的设备设施 可能是机房 可能是服务器和这个站点 其实跟他的这个 还是区别很大的 如果你来金山云的话 如果你的岗位匹配 我觉得一万五 一点都不高 但你现在其实 到一个云计算的 公司来讲的话 一万五我可能给不了 因为你等于从零开始 来第一轮选择设备设备 还有五盏灯